Hello,大家好,我是美国人,我行 从上周五的话,我发现到标普出现了一个比较异常的一个状态 具体的地方就在于这样的K线 本来是一个大的一个柱子,然后逐步的一个下跌 然后成交量的话,它理应也是一个这样的下跌的一个 逐步放大,然后配合下跌,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成交量 最后就是周五的这一天的时候 放出来非常大的一个大的柱子阳线 但是这个K线的话,它收出来了一种这样的小锤子的一个线 这个在我看来就是说是现在的量价产生了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 不光是标普,而且其他的一个市场 比如说黄金或者说是一些外汇的一个方面的欧元等等 其他的一个市场走势 我们可以去前单参考看一下市场的一个走势 这个走势虽然说与美股的一个市场是有一定的差异或者说区别 但是呢,他们都是与美元是息息相关的一个市场 只要美元强势的话 那么这些市场都会有同步的一种这样的下跌 但是从圣州五开始都产生了一波比较集体的一个躁动 我们随便看一下其他的 你看这样的新西兰对美元的这样一个货币 还有一些澳元等等 以及就是英梦 你可以看到啊,都有一个这样不同程度的这样的翻弹 我们再来看看这样的欧元 都可以看到在这边已经是 北来我可以这样的理解 就是说是这边是一个下跌 你看一下这样的一波下跌趋势下来之后 然后走了一个横盘的状态 横盘弄断之后 然后他往下突破 然后回头 他应该是继续的往下下跌 这样的才对 但是呢 他一如反常的开始往上去走 这就是打破了一下我的预期 那么在这个预期打破的时候 我就去参考了一下别的市场 发现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这一次我觉得 把握性还是比较大的 意思就是 所有的这个市场 不管是外汇市场也好 还是美股这样的一个市场 他都存在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 他本来应该继续下跌 他没跌到位 开始反弹往上走 另外一种就是说 他本来应该是量价的一个配合 长焦量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这样的往上去走 你看他那个量放的就是也比较大 但是他那个K线呢 开始逐步的有一个缩小状态 然后一天明天小到最后这天的话 谁的收了一个锤子 我们可以从日线里面再看一下 他开始 那天基本上就是非常一个逐步的一个横盘的一个状态 你看在之前的时候 他还是有一个起伏的一种下跌 但是你看着 在周五的时候 他波动起伏特别小 然后最后谁只收盘 收在了这个飞时线之上 所以说这更加确定了 他是一种异常 这个异常的话并不代表 就是说我记取的马上就看多 只是看多的一个概率特别大一些 也就是说是根据这个市场去表现 简单去推断 他会有很大程度的 如果说接下来周一或者说是周二 然后他能有一个这种往上的话 那么他大概率可能会有个几天时间 那个反弹嘛 也就是周一周二周三 这两三天左右的一个反弹 到周四凌晨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级别的 美联储的一个利率决议的进化 这个时候出来之前的话 我们可以去提前把手里面的一个仓位去了解 我重点看了下这个数据 这个金石里面的数据 也就是凌晨零点的时候 北京时间零晨零点 周四的时候 922的时候 这个时候天外要注意一下 不管是外汇市场 还是美股市场 都需要特别的注意 在那天数据发布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上下巨大的一个波动 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是 如果说想去做一波反弹的话 注意开盘 假如说他往上去开盘 往上去走 那么可以说去有一个 一两天两三天时间的一个短线的一个这样的操作 那么这个机会到底是不是如我所分析判断的这样的 这么去走 那么就需要仔细看一下周一的时候 它的具体所有市场的一个表现 如果说其他的一些外汇市场 黄金或者说是欧元英镑等等 都开盘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那么大概率上 美股开盘的话 可能也会有一些往上冲的一种这样的表现 表现当然可能又是有先后 也可能刚才开盘就是往下稍微打一下 但是开盘的一般来说一个半小时左右 它会有一个比较重态稳定的 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基本上来说 这就是一个异常 我所说的一种比较大的一个 或者说比较好的一种关键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 首先它的量价要产生异常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是它的一个位置 要是再配合一下 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 或者说关键的一个位置的话 那么就会更好 那么现在而言的话 它那个位置并不算是特别的一个好 因为第一也没有到前第一 另外也没有到这样的 一个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 这个位置可能是结果稍微差点 但是位置差的话 可能并不妨碍它的一种反弹 具体的就需要去周一的话 仔细的去 给局这样的判断 然后验证一下是否符合 就是说你比如说它出现了这个状态 它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往上 但是如果说它又往下去开盘的话 那么就暂时先按兵不动 直到它出现了个继续快速往上的时候 再去有一个这样的反应 或者说跪进 就是一旦与我们的预期不符的话 我们可以空蹭刮望 如果说与预期相符的话 那么当然可以过断的去做一下这样的一个反弹 这个就是我对BELF的这样一种看法 还有一些对所有其他的一个和美元相关的一个市场 这个分析和看法 这就是盘面上给到我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最开始这一天的时候 6月17号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特别异常的一个情况去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行动量非常巨大 然后但到这一天的时候 它也是一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柱子 K线的一个柱子 然后到后面开启了一波这样的翻弹 那么我现在能否复制这个走势 我是不好说的 历史是否会重演 那么真的是一不确定 所以说就是边做边看吧 这是我对标普的一个大方向横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多多点赞订阅转发 如果有别的看法 或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去留言和我交流